第1775集 太子难来 墨云天的人如今已经进入到了妖皇天 甚至前几天已经有人来到了孤竹城 但私下搜索之后 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再加上此地距离妖皇天的核心 妖后宫不远 来人自然不敢轻易冒犯 没有收获之下迅速撤走 楚阳抓紧时间 将收集来的药材迅速入药 这几天大家都在养伤练功中度过 一切都很平静 但是楚阳知道 这种平静肯定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此刻的平静只不过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假象而已 而这个时候正有一名白衣少年 一路愁眉苦脸的向着这边来 楚阳 这个楚阳是何方人士呢 这白衣少年皱着眉头一脸纠结 都说了人家是避难而来 你给我这么一张画像又有什么意思啊 他怎么会用真实面目出现在妖皇天呢 除非脑子抽了 要说这人怎么这德行啊 好像被人轮了几百次大米似的 虽说人样子实在拿不出手 但既然能够干得出这种事情 人不可貌相啊 这名白衣少年拿着的 正是楚阳当初登记户口的样子 愁眉苦脸 呲牙咧嘴 活像被三百个大汉轮了一遍 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大海捞针啊 白衣少年仰天长叹 也不知道姊妹妹那边如今怎么样了 哎 那天的时候 我虽然还是没有被批准进去 但多少也多靠近了三步 正是乘胜追击的大号时机 偏偏这个节骨眼上被母后召回 还给了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任务 这真是强人所难哪 还有啥事比您老人家找个儿媳妇更重要的呀 想不通 真是想不通 在他身边 跟着两个清觉老者 一路听着白衣少年碎碎念 两个老者都是面如重枣 一言不发 若是这小子是自己家的子侄孙子什么的 就凭着这个念叨了一万里路的本事 也早就一把拍死了 实在让老夫的耳朵里头都多了那么多剪子出来啊 可是这小子的身份 哎呀 形势比人强 忍着吧 不忍着怎么行呢 胡叔叔啊 弃今为止 咱们已经找了几个城了 九个了 那位胡叔叔回答着心中一阵无奈 我不姓胡 我姓高好不好啊 你不能因为我是胡族的 你就叫我胡叔叔啊 老子这辈子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连画名都没整过 老了老了 让一个小毛孩子给我改了姓了 这他母亲的叫什么事啊 不对不对 可不敢说他母亲啊 口误口误啊 已经九个了 还都是比较安静的城市 我就不明白了 这么牛逼的人物 怎么会选择待在安静的城市里呢 白衣少年又开始碎碎念 我判断他应该在都城 又或者是在一些可能发生惊天洞地的事情的地方才对呀 这让我怎么找得到呢 真是要了命了 两个老者面如重造 继续沉默不语 这位太子爷啊 就是个画牢 也难怪 之前在床上躺了好几千年 神志清醒 却无法开口说话 一下子清醒过来了 变成一个画牢 也算得上是情有可原吧 但问题就在于 陪在这个画牢身边的 却是我们两个呀 这顿折磨 真的是无休无止了 你喊救命 我们还没喊救命呢 你说一句 他立即就能根据你毫无意义的一句话 跟你滔滔不绝地说上两个时辰 这一路上 两人已经打定了主意 除非必要 绝对不跟他说话 胡叔叔 前面是什么城啊 白衣少年很有兴趣地问 孤竹城 胡叔叔眼简一开 能少说一个字 绝不多说一个字 过去孤竹城再往南一些 就是落花城了吧 隔得还真不远呢 你说咱们不管找不找得着 都在孤竹城落脚 怎么样 太子爷兴致勃勃 一副很有兴致的样子 这个 两个老者面露难色 妖后交给的任务 可是下的死命令 异常的声色俱力 郑重其事 现在居然被你一说 就变得那么可有可无了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要是真出了事 你是妖后的儿子 就算受罚 也不过就是做做样子 可是我们呢 胡叔叔 你看这里不是距离 落花城很近吗 太子爷一脸哀求 虽然母后之前 有明确规定 我不能再去落花城 但是我在孤竹城 总算没事吧 毕竟是两个 不同的地方 闲着没事的时候 咱们也可以 随意溜达溜达 对不对 说不定那么一溜达呢 就能遇到子姑娘了呢 我自信 我们之间 还是很有缘分的 说不定 这么突然遇见 就能让子姑娘 认识到这是缘分 属于我们俩的缘分呢 说不定从此 就对我方心按许了呢 那我不就从此 有了机会了 于是乎 就可以抱得美人归了 太子爷口莫似箭 一阵遐想 想得好像已经成为 事实一般 两位老者满脸黑线 同时垂头不语 心中哀嚎 苍天哪大地呀 救命哪 咱们太子爷又发疯了 这才三天哪 这样的假设 他已经做了千百个千百遍呢 哎哟 我们的太子爷 已经花吃的没救了 单方面的宣布胜利有用吗 马叔叔 麻烦您给我介绍一下 这郭竹城吧 太子爷终于改变了话题 我不姓马 马叔叔板着脸头 太子爷 属下姓邱 确实不姓马 我知道啊 我听我母亲说过 您是秋天出生的 所以姓邱 但是您是马族的 没错吧 再说了 您出生的时间 是可以选择的 只要当时 稍微的晚上几个月 您就得姓冬了 对不对 可您的出生 您的种族 却无法改变呢 对不对 太子爷振振有词 您说 我叫你马叔叔 有啥不对的 正是恰如其分 诸连毙和嘛 马叔叔一脸无奈 欲辩无辞 面对这么一位 不着调的太子爷 就算舍战天下之才 也只有哑口无言 一边的胡叔叔 同情地看着他 马叔叔举手投降 好吧好吧 以后你继续叫我 马叔叔好了 要是再不同意啊 这位爷立即开始上课 非要你自己承认 自己是马叔叔不可 那可是一个漫长 而又残酷的过程 简直比受酷刑还惨 既然最后 还是免不了要接受 那还是让自己的耳朵 多少的少受点罪吧 嗯 那就请您给我讲解 这个孤竹城吧 太子爷兴致盎然 尤其是孤竹城的 特色掌控 以后啊 我完成任务的时候 也好跟母后说明白 证明我确实是努力了的 并不是全无剑术 二人同时觉导 你努力了 你哪努力了 你可别糟蹋努力 这样个词了 自从某位太子爷 胸无大志 致妖后命令如耳旁风 这样那番话出来 两位妖族的超级高手 也就彻底地泄了气了 貌似不泄气也不行啊 跟着这么一位超级不着调的 极品太子爷 纵然你是一位圣人 又能有什么用啊 所以三人的行程 骤然慢了下来 一路晃晃悠悠的 就进入了孤竹城 便如一位兴致勃勃的公子哥 带着两个行尸走肉 两人心中都在悲愤 天哪 让我死了吧 一路无所事事也就罢了 还得承受一个画牢 画牢也就罢了 居然还被改了姓氏 在城里边 东飘西荡 逛了整整半天 太子爷美其名曰 亲民啊 观察风土人情 两大高手几乎撞墙 这可不是您的任务啊 您的任务是寻找楚洋啊 半晌 太子爷替他够了风土人情 在调戏一位姑娘 被人指着鼻子痛骂一顿之后 这才满脸善善的 决定在北门附近 找一个客栈住下来 这里的人不太可爱 太子爷如实说 两大高手觉得 卵蛋都在抽筋 你当着人家丈夫的面 去跟人家媳妇打扇 没当场揍扁了你 已经是看在咱们 人多势众的份上了 太子爷大人出游 住的肯定是本城最豪华 最奢侈的酒店 不选对的 只选贵的 贵的未必就是对的 却一定不是太差的 如今虽然不是以太子身份 正式出游 主旨乃是为了完成任务 可是太子爷的身家不能丢啊 什么时候也不能丢啊 最好的套房 太子爷很淡然 很理所当然的对客栈的人说 就要你们这里最高的 最大的那天子一号间 客栈火箭面又难色 这位客官请您包涵一二 您指定的那间房子 如今已经有人住着了 您看 是不是 太子爷文言一正 还未来得及说话 身边憋了一肚子怒火的马叔叔 已经压抑的开口了 让里面住着的人滚蛋 立刻收拾出来 给咱们公子腾地住 话音刚落 就听见有人将声音 挑在舌尖上 轻飘飘的说道 哎呀喂 怎么着 追女泡妞还讲究个先来后道呢 怎么的 现在就住个客栈 居然还要把人赶出去 给你们疼地方 还讲不讲江湖道义 人间公理了 腰黄天果然是腰黄天呐 本大爷这次可是见识了 牛逼呀牛逼 真的娘的牛逼 想不到这世上 还有人比老子更加牛逼的 这人一口一个老子 全无掩饰的冷嘲热讽 夹杂着浓浓的挑衅意味 更透露出了满满的 一股流氓口吻 三人同时豁然转头 寻声望去 下一刻却都震出来 只见有一个人 正站在楼上的楼梯口处 两只手抱着膀子 斜掉着眼睛 吊着浪当看着这边 做派什么的也就算了 从刚才说话的口吻可见 此人必然乃是混混之流 有这幅做派不足为奇 真正比较出人意料 又或者说挺特殊的 实在是这个人的长相 那可真的是有些怪异了 只见此人 一个眼睛大 一个眼睛小 一个眼睛圆圆的 一个眼睛三角形 一个耳朵往上长 一个耳朵往后长 整张脸就好像被造物主 在把它造出来之后 又狠狠的在培胎的脸上 揍了一拳 然后又胡乱揉揉揉那样子 虽然也还能勉强看出人样来 可真心的是有点勉强啊 甚至那两道眉毛 都是反着长的 还有这人的声音也古怪至极 就好像暗夜中的群狼乱嚎 其中还夹杂着一群公鸭嗓子 掺了一嘴的那个意思 太子爷分明是被这个人的容颜 给吓到了 有些惊恐的尸声问道 你是什么怪物啊 那人晃着膀子走下楼梯 一仰头 鼻孔朝天 轻轻地吹了一口 飘出鼻孔的鼻毛 在鼻毛飘逸的吹散之中 这人一甩头发 刷了一声 将那满脑袋乱哄哄的头发 都甩在了一边 我就是现在居住在天字一号房的 那位客人 这人斜着眼睛 换言之 我就是你们想要往外赶的那个人 说着 居然浑身抽搐一下 净乱一般的伸缩一下屁股 我是不是很帅啊 刚才你那么看我 是不是被我的容颜震惊到了 太子爷瞪着眼睛 突然感觉到脑海中一片空白 虽然我确实是被你的容颜震撼到了 结果不容我杀 但其中道理相差的太悬出了 简直是南辕北辙 天差地远吧 作为整个妖族的太子爷 大帝也可以算得上 见多识广的高级人物 而且在这整个九重天阙中 妖族之中长得奇形怪状的 那绝对是稳居守卫的 但就算如此 却也绝对没想到 这个世上还会有人长得如此奇葩 更加是做梦也想不到 我是不是很帅啊 是不是被我的容颜震撼到了 这种字眼居然能够从面前 这个怪物的口中说出来 良心何在呀 就您的德行也好意思问我帅不帅 道义何在 公理何在 第1775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